那 現在廣播OK的我先試看看 請您看一下 這樣都有了對不對 好 這個白板你點進來 把它點一下 什麼 這麼快有人害了 沒有關係 我們隨時可以回到過去 這個是今天的 昨天的 有沒有這樣我隨時回到過去 還原這個版本就好 老師不用擔心 板差的問題 好了這是原來的 好嗎 好那你進來之後呢 像 這個呢 因為大部分大家都不太 習慣 打斷老師嘛 所以 如果你有 我們研習過程裡面有任何問題 我用視窗模式就好了 這樣各位可以 自由控制 如果你剛有還有東西還沒完成的 可以繼續 那 你在這邊的最簡單的就是用上面 這個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文字 就跟 握的裡面那個文字工具一樣 所以你就點一下 好 你有什麼問題就寫在這邊 這樣可以 好 這是打字 的方式 那第二個呢 你如果覺得這樣 OK 沒關係 你想用畫的 在這裡 有人覺得用畫的比較快嗎 這裡有塗鴉 好 所以你可以找到你覺得你想要的方式 你就在這裡 隨便畫 我看得懂就好了 OK 好 那如果說你發現有人畫在這邊 影響到我你可以把它移開一點 如果你覺得這是你的風水保地有沒有 我就一定要寫在這裡 不要忘記這個互動的有沒有看到一個人在這裡 這個人是誰我看一下 綠色的 綠色的應該是那個 滑過去 來 我們看上面這邊 各位你放心 你們都是匿名的好嗎 所以我絕對不會知道是誰 好 那每個人進來都有一個暱稱 猴子啦 有沒有荷馬猴子啦 大象啦 現在是不是都進來了 金鋼狼 原來這個叫金鋼狼 死以獸 好所以 我們大概看顏色 可以稍微知道說這個是誰 好像這個就是 那個熊貓 OK 那另外呢 如果你覺得 已經有人在畫了 很好 那如果你覺得 我覺得 直接貼圖 比較能夠表達我的意思 你也可以把圖片複製之後 來這邊直接貼上就好了 但是貼進來 你就看 要不要縮放一下 再做一個說明 這樣OK嗎 而且這些都是即使互動的 別人在寫你也看得到 我在寫你也馬上就看得到 那這個其實就是什麼 Google文件 這就是Google文件裡面的繪圖 只是平常大家都不屑一顧 但是其實用在 課堂上當作一個白板是還蠻好用的 那你剛剛有看到的 這是有一個歷史紀錄 好所以 如果說 你想要看一下 這些東西 你看剛剛的那些內容 你的歷程 就可以慢慢回來 有沒有發現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這邊 直接留言 我就會過來看 我只 只會回答那個 我需要回答的 你純粹畫塗色字 我就不會回答 OK